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 沙漠要快乐 又像番红花一般开花 必茂盛的开花 大大快乐 并且欢呼 黎巴嫩的荣耀 贾米和沙伦的华美也赐给他 人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我们神的华美 你们要兼顾无力的手 稳固摇动的膝 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哪 你们的神 祂要来报仇 来施行报应 祂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 瞎子的眼必打开 龙子的耳必畅通 那时 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 哑巴的舌头 必大声欢呼 旷野必涌出大水 沙漠必流出江河 灼热的沙地 必变为水池 干旱之地 必变成泉源 在野狗的住处 就是他们躺卧之处 必成为青草 芦苇和蒲草生长的地方 那里 必有一条大路 要称为圣路 不洁净的人 不能经过 那是为那些 行走正路的人预备的 愚昧的人 不会在路上流连 那里 并没有狮子 猛兽也不会上去 在那里 必遇不见他们 只有蒙救赎的人 必归回 必欢呼地来到喜安 永远的喜乐 必临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和快乐 忧愁和叹息 都必逃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